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一个 就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话题呢就是说 如果一个人他在美国出现了 刑事犯罪的记录 那么这样的记录呢 对于他未来的移民 或者是对于他以后出入境美国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在这里呢 就是要首先重新一下 这个刑事犯罪记录啊 不一定非是要非常严重的罪行 比如说杀人放火强奸 不一定是这样 也不一定说是 一定是有被定罪这样的一个记录 我刚才举的例子 那么仅仅是一个曾经开车 没有驾照的情况下 那么这样的一个案件 即使是最后呢 是以被这个撤诉 或者是dismiss这个方式解决了 那么也有可能未来会对他的移民 或者是出入境美国 产生负面的影响 那么这里面到底会具体牵扯到哪些方面呢 我现在呢 把话筒交给来自于芝加哥的王志东律师 那么由他来为我们做接下来的分享 王律师您请 谢谢Vivian 谢谢主持人 我也非常获益 刚才听了知名周东发律师 程少明律师和Vivian 讲解的所有跟这个犯罪啊 引渡啊等等有关的这些题目 我今天要聊的部分呢 主要是跟就是刑事犯罪和移民法相关的内容 那么刚才这个Vivian已经介绍到很多这方面的情况 包括逃停啊 这个或者是有犯罪记录 这个有可能的一些影响 以及法庭或者是美国的政府检方 怎么样这个有一些手段来防止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么我今天要讲的呢 我大概讲五个小的标题 这个整个的题目还是讲就是刑事犯罪对于移民身份的影响 那么具体呢 我讲五个方面呢 第一个就是犯罪的记录 第二个呢 是这个移民法庭递解出境的程序 第三个呢 是哪些属于不能够入境的罪行 第四个呢 是哪些呢 会这个人在美国犯的这些罪 会造成要被递解出境 递解出境的这些罪名 最后一点呢 讲一个就是 很多人平常喜欢说的 我虽然有什么事情 但是我做了销案 就是所谓销案这件事情 该不该做 这个会有些什么样的影响 大概讲这么几个题目 首先呢 第一个就是讲 所谓的犯罪记录 真正讲的犯罪记录 就是包括在法庭被判定有罪 或者是认罪协议 这些呢 都算是有罪 那么这个犯罪记录呢 在移民法当中呢 它这个涵盖的范围呢 通常比刑法的范围要广 因为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经过 就是经过这个讨价还价 最后有一个认罪的协议 但是呢 这个 很多人 很多当事人 自己在进入这个情况之后 他并不认为 自己已经 这个是认了罪了 他会说 我当时那个事很容易就解决了 交了很少的一点钱 或者说 事情完了之后 就让我去上一个课 然后这事情就没有了 他觉得呢 这个不是一个 这个犯罪的记录 实际上 这个记录呢 是真真切切的 会跟在这个当事人身上 这个 所以呢 不管是认罪协议 或者是在法庭被定了有罪 这些呢 都会造成有一个犯罪记录的 这个结果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讲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会被启动一个 递解出境的程序 我们讲的当然都是指的新移民 而且呢 没有加入美国国籍的这些人 这个 凡是非美国公民 在犯罪的事情结束之后 很可能呢 会进入移民法庭的一个程序 在早些年呢 这个叫做deportation 现在呢 叫做removal 其实是一个意思 就是进入法庭的一个 要把你 这个 驱除出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程序 有些事情比较严重的人 或者是当地的警方 和联邦 这个移民局有 有一定的这个协作的关系的话 是在当地的事情结束之后 当地的警方呢 会通知移民局 移民局会到当地的监狱 这个把人提走 就是当地的事情完成之后 就提到移民监狱了 关在移民监狱 进入递解出境的程序 还有一些人呢 是当地的事情完成了之后 这个没有再在监狱里了 但是呢 移民局 实际上准确的讲 并不是这个移民 就是我们讲的USCIS 而是指的这个 负责地级出境的部分 叫IS IS呢会 这个给你发一封信 这封信呢 我们把它简称叫NTA The Notice to Appear 这上面呢会讲清楚 大概这么四五句话 第一句你不是美国公民 第二句呢你是中国公民 第三呢你是什么时间 哪个日期入境的 或者你是偷渡入境的 然后呢这个 或者是你超过了允许逗留的时间 这个就是因为这些 那么下面呢就是指控 你违反了移民法的某一个条款 再下面呢就是你要上法庭报道的时间地点 日期等等这些 在法庭的程序当中 当然你有各式各样的原因 可以要求在法庭的程序 这个递解出境的程序当中 还是有可能留下来 有各种各样的辩护的手段 这个呢不是今天要讲的主要的题目 大家就知道 如果进了移民法庭的话 这个还是有办法可以留下来的 具体的操作呢 有根据每个人具体的情况 有不同的办法 那么下面呢我想讲一下的就是 这个在移民法里边 有一些罪行呢 它叫做是不得入境的 它叫做inadmissible的一些这个犯罪 那么这些犯罪呢 这个大概的 我如果列一下的话 有其实有的这样一些 刚才这个Vivian律师也讲到了 比如说这个平常的这些 杀人放火 抢劫强奸 这个卖淫 盗窃 贿赂 严重造成人身伤害 绑架 做伪证 还包括合谋 来犯所有以上的这些罪行 那么在这里边呢 还有一点呢就是 有一个专门的题目 叫做CIMT 叫做Crime Involved Moral Terminal 如果翻成中文的话 就是讲这个涉及道德品质的犯罪 这些呢 这个有些这种 跟这个有关的罪啊 平常讲起来大概并不是说 性质特别恶劣的 但是呢 他如果是跟这个 跟这个道德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欺诈 这个 就不是一般的骗人 就是比如说诈骗 这个对对方造成了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金钱上的损失 这种伤害 比如说像卖淫 这样的罪名 实际上 这个是个非常 古老的职业 也是古老的话题 谈了很多很多 可能几十年 几百年的题目 但是呢 在移民法里边 这些呢 都还被归纳成 叫做 这个 是跟 道德败坏相关的 这样做伪证 这样的罪名 这个 也是属于 在这一类里边 所以 在移民法里边 专门有一类呢 就是指的是 如果有这样的罪名 是不能够入境的 包括 我记得 我这个 曾经 做过的一个案件 就是 一个人 他已经在美国 有身份了 然后他申请 他的丈夫 那么他的丈夫呢 这个 在中国呢 因为 贪固罪 被判过刑 就因为这件事情 这就 被归到了 这个 inadmissible 就是不能够允许 入境 不能够允许 移民美国的 这样的一个 这个 属于这个范围里边的 这是一类 还有一类呢 我们要讲的呢 就是指的 人在美国 但是犯了这样的罪之后 在美国呢 会启动 缔解出境的程序 这一点呢 也是 这个 其实这个范围很广 我先讲一下 大体包括哪些 内容 这个 我就随便把这个案 这个顺序念一下 比如说 这个偷渡人口 贿赂证人 入室抢劫 跟幼儿有关的色情 这个 制造假币 毒品的交易 这个 做 假的文件 和枪戒有关的 很多的 这个犯罪 跟欺诈 有关的 这个 特别是 对这个 受伤害的这一方 造成了 一万块钱 以上的财产的损失 像一些 这个 非法的移民 再次 重新非法入境 被抓住的情况 还有呢 像 以前 这个 间谍罪 妨害 司法 组织 卖淫 强奸 盗窃 资产 这个 暴露了 间谍 美国的间谍的 这个真实身份 性侵又从 逃税 也是呢 造成了美国政府 损失超过 一万块钱以上 叛国 等等 所有的这些罪行呢 这个 都是属于 要进入 递解 出境 程序的 而这件 在这个 这个 所有的这个 单子上面 我刚才讲的 这些里面呢 有一点呢 这个 呃 就是 大家需要知道的 就是在移民法里边 它有个叫做 Ped Offense Exception 就是指着 如果有一些罪 虽然是 有这样的罪名 但是呢 它的实际刑罚 是低于一年的 就是 你虽然 犯了类似 这样的事情 但是 并不是 特别重的 罪 呃 这个 呃 呃 呃 如果这个 刑罚是 呃 不足一年 那么这个呢 就不会启动 递解 出境的程序 呃 呃 所以在 有的时候 我们平常 经常讲的 就是做刑事的律师 呃 如果在代表 非美国公民的时候 对于移民方面的后果 要特别 呃 认真的 把握 最好呢 是 一个刑事的律师 他和 这个 或者懂移民法 或者和 专门做移民方面的律师 有沟通 弄清楚什么样的罪名呢 是 不会最后造成 递解 出境的 这个 这个 后果 呃 这是 这个 关于 呃 被递解的 这个罪名 呃 最后一点呢 就第五点 小点 我想讲一下 就是消案的事情 很多人呢 在 这个 犯了罪以后 觉得呢 呃 呃 我事情都完成了 我现在找律师呢 把这个案底 给消掉 呃 英文的词呢 叫做expugment 他认为 把这个案底 消掉之后 以后就谁也不知道 这件事情 实际的情况是什么呢 凡是所谓的这种 销案 这种expugment 做的都是在当地的法院 就是指着在州啊 或者郡里的法院 这个可以做这件事情 而这个档案 而这个档案销毁之后呢 在你本州里 查这个案子 或者在其他州 查这个案子 是查不出来的 但是这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就是 这种在本州的消案 并不能解决 这个人 这个当事人 在美国的案底 比如说这个人 是绿卡 在绿卡要延期的时候 还要做 指纹 或者是这个人 以后多长时间了 想入籍规划 成为美国公民 等等 在这些时候呢 他还是需要 如实的填写 说我曾经犯过罪 被抓过 被定过罪 哪怕你 只是被抓过 最后没有被定罪 你也要 把这些事情 讲清楚 而这个时候呢 移民局都会要你提供 你当时犯罪的 这些记录 不管是逮捕的记录啊 或者判刑的记录啊 什么等等 所有的这些 那么在这种情况呢 这个 如果你在当地 在你州里边 做了expansion 你就再拿不出 你原来 不管是 罪名被取消 你官司打赢了 或者打输了 认了一个清罪 等等的这些记录 你就再拿不出来了 而在这件事情上呢 举证责任在你本人 就是移民局会指望你自己 去拿到这些证据 你如果拿不到这些证据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解释 我是什么时候曾经被逮捕过 做过fingerprint 做过我们平常讲的ID 在Vivian讲的这个正面侧面啊 各种照片 然后呢 十个指头的指纹等等 你没办法解释 你什么时候被逮捕过 被起诉的罪名是什么 最后你打官司打赢了 无罪开示 警察抓错了人等等 对你有利的证据 你拿不出来 这个 哪怕是当时你认了一个 很轻的罪 在周律师 陈律师的帮助下 认了一个无关轻重的罪 但是这些证据 对你下一步 不管是这个移民身份的获得延期 或者进一步转为申请 成为公民的身份 你都需要这些 所以我的建议是 在没有成为美国公民之前 你的犯罪记录 是不应该做销案的 不应该做expansion 这些档案呢 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除非你事先做好了备份 你做好了几份 甚至更多的 叫做certified court disposition 就是最后法庭的这些文件 你做了certified copy 而且有足够的数量 在这个之后 你如果把当地的州的法庭 county的法庭的犯罪的记录 把这些取消的话 这个呢还可以考虑 我大概讲的就是跟移民身份 有关的这个 就是跟移民身份和刑事犯罪 相关联的这部分 讲了几个小的题目 一个是犯罪记录 一个是移民法庭 递解出境程序的启动 然后呢 不允许入境的一些犯罪 和会被这个启动 递解出境程序的犯罪 最后呢 小标题是 关于销案的事情 我要讲的内容就是这些 谢谢各位 把话筒还给主持人 好的 非常感谢志东律师 志东律师跟我们分享的呢 实际上都是非常非常实用 而且呢 会经常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我呢 有几个小问题 想问一下志东律师 假设呢 一个学生 那么他呢 在美国不幸呢 有了刑事犯罪的记录 但是呢 这个案件呢 已经被解决清楚了 那么他已经有了 这个final disposition 那他由于这个 也仅仅是在美国 是非移民身份 他仍然呢 是需要离开美国 去探访家人 然后呢 再要重新入境 那么在入境的时候呢 我们经常会用一个 很通俗的说法 就是说被移民官 在入境的时候 拉进了小黑屋 那请问呢 如果发生了这样的情况 那么什么才是比较好的 应对的一个手段 那么如果有人 有犯罪记录的话 那么他应该提前 做哪一些准备的 一些措施 从而导致呢 他入境 是可以顺利进行的 志东律师 请您回答 谢谢Vivin 这个非常 晶点的问题 也是 这个不断出现的问题 我如果跟这个学生 建议的话 就是第一 他在离开美国之前 一定要准备好 就我刚才讲的 叫做certified court disposition 就是在法院 到county 或者是federal court的 这个curricular office 拿到一个 经过公正的 经过法庭 这个认证的 就是他的案件 最后结案的文件 这个结案呢 不管他是认了轻罪 判了重罪 或者是这个 无罪释放等等 这个证据呢 他一定要拿在手里 这是第一点 他出境之后呢 面临两个情况 第一个呢 就是他的签证 是有效的 他没有被启动过 任何地界出境的程序 他的签证还有效 他呢 可以直接 试图进入美国 第二种呢 是他要 需要重新签证 那么我先讲 重新签证这种 他一定在 重新签证的时候 要在签证的表格上 如实的回答 我们知道 在移民的表格上 一般都有这样 一连串的问题 就是 你是否曾经被逮捕过 被起诉过 被定罪过 坐过牢 等等等等这些 那么你一定要回答 如实的回答 然后呢 辅上说明等等 如果有犯罪记录 如果稍微严重一点的话 他拿到签证的可能性 会比较小 但是呢 如果 如果是很小的事情 他还是有可能 拿到签证的 比如像 shoplifting啊 就是小脱小磨 或者是跟别人打过一架 什么这个等等 这些呢 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 他在入境的时候呢 他需要 有充分的准备 或者基本上是没有例外的 他会被带到小黑屋去 所谓的小黑屋 英文呢 叫做 secondary inspection 就是你在 进来的时候 在counter 人家给你查了之后 就给你说 给你带到后边去了 所谓的小黑屋啊 这个 很多的情况 并不是在那里 要对你进行多少的审问 很多的时候是 这个边境的 这个移民官员 让你坐在那里等 他去查你的案件了 他查了一个够 最后呢 可能把护照扔给你 说 走吧 这个可能是你 这个进到小黑屋的 两个小时以后了 什么话也没问你 查清楚了 就让你走了 也有的时候呢 移民官会开始 谈问你一些问题 在这些时候呢 一定要这个 呃 如实的回答 就是如果有过犯罪记录 是什么样的情况 特别是你认为 这个事情本来并不是 特别严重的事情的话 应该要如实回答 大家必须要明白的一点 就是在入境检查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你人还不在美国境内 你像你你 就是美国宪法 给予的很多很多的保护 在这种时候 是不适用的 呃 你在这个时候 没有权利保持承诺 你没有权利要找律师 等等等等 所以这些呢 大家要明白 你在入境关卡 就是还没有进到美国 这个这个 呃 的 关卡之内的时候 呃 你有很多美国宪法 呃 给予一般老百姓的保护 在这个时候呢 你是不具有的 呃 美女 还给你 好的 谢谢志东律师 我还有一个最后的问题 给您 呃 您呢 在一开头的时候呢 就提到了关于这个 做Pree 也就是啊 就刑事案件呢 跟检方进行协商 从而用责解的方式 来解决 呃 刑事犯罪的这个问题 那呃 请问 如果这个P 里面是一个 guilty Pree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很多州的这个法刑呢 也有可能会导致 这个刑事案件最后呢 是被dismissed 那么请问 这种通过guilty Pree 得到的dismissal 那么它在 这个移民法的意义上是什么 会对这个 未来的移民 产生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呃 请您呢 就是啊 就是啊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志东律师 首先这个Pree 这个呃 我就接着 你的这个假设的情况 如果这个Pree之后 这个案子是被dismiss掉的话 那么呃 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 大概并不会造成 进入地界出境的程序 我必须得假设 就是像这种Pree呢 一般的是 就是比如说 在很多地方 不同的叫法 叫做deferred prosecution 或者是 diversion 等等这样的program 一般的都是指的 不是这种很严重的 杀人放火 抢劫抢劫抢劫的案子 而是呢 比较轻的案子 呃 如果这样的案子 最后Pree的结果是 呃 我老百姓的话 叫我要守行为 多长时间 三个月 六个月 等等 这些呢 都可以接受 一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坎 一定要注意的 你要Pree的话 这个 你的这个probation 或者什么等等 这些 不是说 一年零一天 而是 最多是364天 这个呢 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 如果在 这样的情况下 呃 这个 呃 最后会被艾斯 启动 递解 出境 程序的可能性 不大 但是呢 呃 我会建议任何 这样情况的客人 呃 应该要寻求一个 移民律师的建议 或者告诉你的 刑事律师 说 你应该 找一个懂移民法的律师 跟你合作 来确认 我在这个认罪协议当中 我哪些可以认 哪些是 不能够接受的 这个 这个部分 而且 呃 我知道 现在呢 在美国 几乎在全国所有的地方 所有的法官 都应该有这样的training 就有这样的训练 那么 在 这个 认罪协议的时候 他一定会 要 问这个被告 他 是不是有移民律师 移民律师 有没有告诉他 任何的 非citizen 就是 只要不是美国公民的人 在移民上面的 任何犯罪的事情 对他的 移民身份 和在美国逗留 以及 这个 以后的身份的变化等等 会有什么潜在的影响 所以 经常呢 现在这个法官如果 没说这些话的话 这个案子呢 以后如果出现不利的地方 都可以有一个motion to reopen 来重新 这个 解决这方面的事情 所以 法官经常 会非常 慎重 这是 现在的情况 谢谢 再还给你 好的 谢谢 自动力师 请不吝点赞